淮尔明州一名公路巡警走在路边 突然看见一辆大卡车直冲他而来 吓得他赶紧往旁边闪开 失控的卡车最后冲进雪堆里才停了下来 美国面临新的冬季风暴来袭 强风暴雪肆虐中西部平原 全美已经有至少1400架航班取消 路面交通也受到严重影响 米尼苏达州预计会出现30年来最强降雪 可能会超过50公分 米尼阿波利斯市已经宣布公立学校 从周三到周五远距上课 有些地区则是直接取消上课 家长被迫也得在家上班 或是干脆请假陪小孩 就连常年见惯下道 大雪的尤他州居民也表示 这一波降雪感觉是十几年来最多的一次 尤他州布莱顿峡谷市 市长表示未来两天恐怕会有 超过80到100公分的降雪 他忙着清理道路积雪 也警告积雪让开车变得更加危险 全美目前有7000万人 收到天气警告通知 南部加州虽然没有暴雪 强风却也吹倒树木 引发停电等灾情 这场冬季风暴将从西部往东移动 预计受影响的地区还会持续扩大 TVBS新闻与世影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